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公开的场合上谈及这个儿子 只是在这句话之后 他就再没有说起过关于真文超的其他事情 而是直接把话题转到了小儿子的身上 他不仅慈爱地看着荧幕上的小儿子照片 语气中也带上了些许骄傲 一如既往的 在谈到儿女时 真文超很少有机会能成为父亲展示的主角 或许从他还没出生 父亲就决然离开的时候 便注定了他以后在父亲的世界里 没有太强的存在感 1993年 真子丹凭借电影《黄飞鸿》二支 男儿当自强的反派角色 纳兰元树 提名了金像奖最佳男配角 演艺事业往前跨了一大步 事业境界高升的同时 他的桃花运也悄然降临了 一次偶然机会 真子丹与从事广告业的梁敬慈相识 梁敬慈青春靓丽 性感高挑 真子丹一身功夫 事业蒸蒸日上 两人一见钟情 很快就陷入热恋 这年11月 电影《英雄豪杰之苏启尔首映》 真子丹作为主演出席活动 带梁敬慈大秀恩爱 笑颜 如果苏启尔票房赚够四亿老婆本 就考虑结婚 在当时 一部电影票房想要破译 无疑是一餐吃成大胖子谈何荣言 所有人便把这句话当作 是他红女朋友开心的戏眼 也以为梁敬慈 想要升级为真太太 还要等上一些时日 但出人意料的是 一个月后 两人携手到美国旅游的时候 就顺便在当地注册结婚了 速度如此之快 不禁让人猜测他们的感情到底有多深厚 才会这么迫不及待的接下婚姻誓约 就在所有人还为此津津乐道的时候 令人大跌眼睛的事情发生了 1994年11月 真子丹正式宣布了和梁敬慈离婚的消息 谁也没想到 这段快速缔结的婚姻 仅仅维持不到一年的时间 那时梁敬慈身怀有孕 他以为能够用肚子里的孩子挽留真子丹 殊不知他的去意已绝 并匆匆搬离了两人曾经的爱草 郑文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生的 在母亲肚子里 他没能挽留住父亲 出生后的他 依旧没能吸引住父亲的目光 1995年5月的亚氏台庆上 真子丹手捧娇艳雨滴的花束 在观众目光的注视下 单膝下鬼告掉示爱 瞬间让万启文感动得泪水连连 同时也激动地宣称 今生非子丹不嫁 而正因为他的急切 舆论一度将两人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离婚不到半年 便公开了新的恋情 不少媒体纷纷猜测 上一段婚姻的结束 是因为有第三者的介入而导致的 舆论的矛头直指万启文 作为此时他最深爱的女人 真子丹不可能任由旁人 将脏水泼到他的身上 他立马站出来解释 之所以离婚 是因为两人性格不合 他称自己尝试和梁静词沟通 也尝试找出挽救婚姻的方法 但他不予理会 忍无可忍之下 自己才提出了离婚 对于刚出生的儿子 他也表示 为了尽到父亲的责任 每个月都会支付四万港元 做抚养费 以此养活母子二人 他的说辞梁静词没有反驳 也没有给予承认 事实上 在生下曾文超之后 梁静词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 没有接受任何的采访 一心扑在了儿子的身上 随着双方的沉寂 渣男风波逐渐平息 关于两人这段婚姻 也成为了尘封的往事 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遗忘 而真子丹和万启文的感情 也没能走向圆满的结局 从1997年到1998年 真子丹开始尝试 自导自演电影 作为演员 他十分出色 作为导演和编剧 他却是一个还未入门的新手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 他先后指导了两部电影 都以惨淡票房收场 连带着他的事业 也陷入低谷 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 虽说真子丹和万启文还不是夫妻 但仍旧没有逃脱这种定律 相恋四年的恋人 对对方缺点的包容度 开始直线下滑 并为此频频发生争吵 1999年 矛盾越来越多的两人选择了分手 谁也没有料到 曾经高调的恋爱 最后会议落寞作为结束 此后 真子丹回到了美国 折服了近三年的时间 在他从风光滑向沉寂的过程中 曾文超一天天长大 不管是第一次学会走路 第一次学会喊人 还是跌倒哭闹或者生病 几乎只有母亲一直陪伴在他的左右 作为他的父亲 真子丹正忙着收获自己的桃花 2003年 在一次聚会上 真子丹认识了加拿大多伦多吉 华裔小姐冠军汪诗诗 这段感情的开始和之前的两段几乎是如出一辙 一见钟情 二见清心 三见定终身 相识相恋三个月后 两人就在多伦多注册结婚 低调地举办了婚礼 婚后不久 汪诗诗怀孕了 当年梁静词怀孕 得到的是与真子丹的分道扬镳 如今汪诗诗怀孕 却被真子丹捧在了手心上 不仅豪诵百万黄钻 只为哄他一笑 还自觉杜绝了一切绯闻 那时曾有人说 在娱乐圈 像他这样的好男人 已经为数不多了 2004年 汪诗诗为他生下女儿 真济如 2007年 汪诗诗又为他生下儿子 真济佳 在凑成一个好字后 真子丹的事业 也再次迎来了爆发时期 2008年 他拿到了一生中 最为重要的一个角色 叶问 叶问一绝 不仅让他继身 一线武打明星的行列 也让他在观众眼里 成为了爱妻 宠妻 怕妻的形象 此后 在各种访谈和电影宣传中 他开始越来越多的 展现家庭的和乐 对育双儿女 更是疼爱有加 在父亲不断谈及 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时 大儿子真文超 在无人在意的地方 已经相继完成了 小学和初级中学的学业 原以为接下来的日子 会像往常一样停静 不成想 命运给他开了一个玩笑 这个夹杂着痛苦的玩笑 却给他带来了一段 存在感最强的日子 2013年 18岁的真文超 突发气胸 紧急入院治疗 需要20万的手术费 梁静慈手头只有8万 儿子的手术又不能耽误 梁静慈无奈之下 拨通了真子丹的电话 儿子生病住院了 你能不能来看看他 真子丹 我很忙 没时间去看他 梁静慈 儿子的手术费还差12万 你能不能先打给我 真子丹 该给的钱我都给了 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梁静慈只好把房子卖了 才凑够了手术费 而事实上 真子丹此时正在与朋友聚会 早在真文超出院的第二天 就曾有记者问过汪诗诗 真子丹是否有去探望大儿子 一开始 汪诗诗都以不方便 讲他们的事情为由 将这个问题搪塞了过去 后来他称真文超 在住院的那个晚上 真子丹已经打电话 咨询过医生 得知情况不严重 加之正在拍戏 这才没有去医院探望 同时他也强调 真文超和他们相处的不错 此前很少提及 是因为他并不是娱乐圈中的人 可当记者将他的说辞 告诉梁静慈 并问他两家人是否常见面 他却不屑地回了一句 没有见过他 说罢他匆匆离开了 只是他这语音不详的回答 让记者更加好奇 几日后他在外出时 再次被记者堵在了路上 并被追问 对于外界评论真子丹 是绝种好男人的看法 他有些不耐烦冷笑地说道 我不想谈论他 随后他便坐上了 篮下的出租车 静止离开了 在这之后 他再也没有接受任何的采访 早前真子丹 因为亲自抱儿子真记家 匆匆赶往医院就医 而被称赞为慈父 如今大儿子真文超一事 加之梁静慈的回答 让他的慈父形象一落千丈 对此他也是多次否认 默视真文超的传闻 好在随着时间的流逝 舆论逐渐平息 并未对他造成影响 真文超的日子 也恢复了往常的宁静 但存在感也随之回到了从前 2019年 真文超顺利地完成了 香港大学的学业 毕业典礼上 站在他身边的 依然只有他的母亲 梁静慈一人 父亲缺席的原因 仍然是在外地工作 没有办法赶回来参加 或许是早已习惯 父亲在自己成长的 每个阶段的缺席 照片上的真文超 并不见难过和落寞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您播报 明星的趣闻趣事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